Hello 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在日本打工的阿峰 今天录这个视频呢 想和大家说一件啥事呢 就是说 现在呢 网上出现了一小部分的粉丝 你知道吧 怎么说呢 也有很多吧 整天只会吹牛逼 刷嘴皮子的一些粉丝 我前几天呢 录了几期关于出国打工的视频 分享了一些我在日本这边的日常的生活 我的住宿啊 吃饭啊 我的工资的一些东西 受到了很多网友和粉丝的好评和支持 因为我出国打工也是为了就是说 我的家庭 我的家人 我的老婆过得好一点 你说如果我在国内我的生活好 我挣的钱多 谁会跋山涉水的到日本这边来打工 大家想一想 我的家庭好的话 我家里边有钱 我是富人代 我的工作也挣钱 谁会到日本这边来打工 还不是因为在国内 你说收入少 是不是 赠点少 不如别人 所以最后没法选择出国打工嘛 但是呢 在网上就出现了一部分的网友啊 他们呢 就会道德网架别人 我出国打工 被说成是咋咋回事啊 咋咋咋 日本好 就不要回去了咋咋又回事 道德网架 道德网架 说咋回事呢 不爱自己的国家 虽不爱自己的国家 我特别热爱自己的国家 但是我也要生活呀 我也要吃饭呢 我也要养家 是不是 但是网上就太多了 这样的喷子啊 你知道吧 就说什么 道德网架别人啊 只要是出国打工 到日本就是不行 咋咋回事 你们都那么牛逼呀 你们那么牛逼 那我也没看见 你看我们国内多少日子企业 多少日本产品 多少日本汽车 你们那么牛逼呀 你们也没做点事情给大伙看看呢 是不是 你们不是很牛逼吗 天天你们这帮人 天天只会在网上吹牛逼 感觉自己怎么多爱自己的国家 其实呢 你们啥都不是 网上的很多粉丝说 爱峰哥也不用理会那些喷子 他们都是嫉妒别人 自己到不了国外去打工 他活的啥都不是 把自己整成多么多么热爱自己的国家 多么多么牛逼 人家到国外去打工 到日本打工 就是咋咋回事的 逗逗绑架别人 哇靠 你们做点事情给人家看看 做点响亮的事情 那我就给你竖个大拇指 真的 说实话 你们啥都不是 你们这种人啊 也只能在网上刷刷罪皮子 喷喷 喷喷人家出国打工的 好了 朋友们 今天呢 做这次视频呢 没有别的意思 今天我的语气呢 也不是太好 但是呢 我就是今天啊 录这个视频 只是给就是那小部分人看 不要天天在网上吹牛逼刷嘴皮子 你们有那个时间呢 回家就是多多挣钱 想想怎么多挣钱 怎样都孝敬父母 热爱自己的国家 也要孝敬自己的父母 让自己的老婆孩子过得好一点 不要天天活在互联网上天天吹牛逼 只会用嘴说 明白了吗 好了 朋友们 我是在日本打工拿风 如果就是说你有什么想了解的 或者想问的 一些在日本的事情 我都会告诉大家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希望朋友们多多转发和点赞 我们下期见 拜拜